2012年文憑史练习卷1B第3条的A2部分 他就问你小翠用了前期测试后期测试还是货循环呢 这个货循环就是我们伪代码里面叫切循环 他用了哪一个呢 什么叫前期测试什么叫后期测试呢 讲究竟循环部分和测试部分 谁在前谁在后 我就用下面这个流程图做例子 这里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会轮上去做循环的 这个就叫循环部分 而这个菱营问你是否的就是测试部分 这里上面所讲的前期测试和后期测试呢 就是问你这个测试的东西 在循环部分的前定后 例如这个流程图 我们的测试部分 是在循环部分的后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后期测试 货循环是什么意思呢 货循环呢就是一个切循环 切循环呢通常就是比定一个范围的 切i由0至100 切n由1至10 这个就是货循环就是有一个范围的 那我们就看回它的程式了 它的程式就是说这句 当mark值是小过或者大过100 这个就是一个测试部分 测试一下mark呢 是在0还是100 是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重复输入这里 就是一个循环部分 好了很明显你看到测试部分 是在我们循环部分的前面的 所以这个是前期测试 所以这一条题目呢 你会见到首先 这一句呢就是前期测试 因为测试了之后 才见到循环部分 是前期测试 而这里后面它画的流程图呢 测试部分就在循环部分的后面 所以这个就是后期测试了 不过它在问小翠 所以当然是刚才那一个 那最后货循环是一个范围 然后呢按着那个循环 0 1 2 3 4 5 6 那一路循环 那你见到我们这里 并没有一个范围 叫它呢 一路循环一路循环下去的 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切循环 切循环呢 就是预先设定了 i 是1-10 然后呢 1循环一次 2循环一次 3循环一次 一路循环到10 这样呢就是循环 这样呢就是循环 但现在你见到不是 就是你入个数 我看看是否在这个范围 不在 就滚了 并没有一个变数 并没有一个范围的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货循环